说大的脑袋,惊人的体重,不到六岁净达一百斤,是天生肥胖还是另有原因? 一个惊人的瘦身办法,一次传奇的减肥经历,能否还他一个正常的身体? 真相调查正在播出,拯救胖女孩。 前不久,重庆医科大副所儿童医院,来了一位要减肥的小女孩,名字很好听,叫莫小焕。 她来到医院以后,竟把见多识稿的医生给镇着了。 您看看,她就是要减肥的小患,您可能要说这体重也没什么吓人的呢? 才98斤,还不到100斤呢,可是我们要知道这莫小患还不到六岁。 小患的身高是一米一,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标准身高。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又是多少呢? 医生说,按照科学的计算方法,应该是年龄乘以二再加上八。 那么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正常的体重应该是20公斤左右。 可是小患的体重,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49公斤,可以说超出了正常体重的一倍还要多。 过度的肥胖,给这个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那学校里面跟这几个外号的肥猪,他也非常地心,非常生气。 你们在家有没有小朋友和你们玩啊? 没有。 他走路走得很慢,要是走快了,他也走,哎,我累了,我要休息,我要坐下。 一个五岁多的孩子要承受一个成人的体重,他心脏的负荷非常高的。 这父母呢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给女儿减肥,却没有任何的成效。 哎,不但没成效,孩子的体重仍然是蹭蹭的往上疯长啊,甚至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了。 这种可能演变的话,就是一种心脏负荷长期的过重,导致心理衰竭。 那么小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哎,如此肥胖呢? 小患的家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里,父母靠种地养猪为生,小患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从小就是父母的开心果。 他生下来就是跟一般小孩是一样的,到第二个月就开始长胖了,就有三十多年左右了。 最初大家瞅着这肉乎乎胖吞吞的小患都觉得很可爱,虽说抱着有点累, 但是这孩子胖嘟嘟的却招人喜爱。 这个村里面哥哥都是非常喜欢的,有什么吃啊,就是,哎,这个小患来哪有东西吃啊?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人从高兴变成了不安,因为小患的体重一路飙升。 三岁四十多斤,四岁七十多斤,今年六岁都快一百斤了,平均一年里要长出十几二十斤了。 小后的体重怎么会增长如此之快呢? 小孩 还有这 때문에有什么东西? 塔伊亚 盖高 Це 还有这点,还没膨 是对的,大老门 那我们帮忙? 嗯 您帮吗 可能有两个胃,我们是这么想,怎么这么能吃 小患的父亲说,这孩子从小就特别能吃 别的孩子喝一瓶牛奶,他要喝两瓶还不够 现在更厉害,饭量大人差不多,一顿饭要吃两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这么大的饭量 为了查清原因,医生安排小患去做B超,CT等一系列的身体检查 结果显示,小患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很正常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两个胃的情况 那么他的惊人饭量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在接下来的内分泌检查中,医生们发现了异常情况 他的生长激素还比较低,而这个糖皮质激素也比较高 这小患的生长激素啊,分泌偏低 所以他的身高并没有异于常人 但是他的皮质激素却分泌旺盛 这就刺激了小患的食欲 让他的饭量大增,体重也是不断的飞速上涨 那么小患的皮质激素为什么会分泌如此旺盛呢 这医生啊,又带着小患做了一次更加全面的检查 不久呢,这结果就出来了 医生对小患的父亲说 你这孩子要点减肥,恐怕得做开颅手术 一听这话,小患的父亲当时就懵了 别人减肥也就是抽脂吃药 怎么到了自己的孩子这儿呢,要开颅了呢 原来在排除了各种原因之后 医生把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墨小患的硕大的脑袋上 您瞅这孩子这脑袋啊 不光是大,而且前额突出 左右吧,还有点不对称 这医生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 所以医生给小患做了一次头部的核四共振 当结果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 检查结果显示,在墨小患的脑袋里 除了有脑组织之外 还有一样是咱们普通人没有的东西 这个东西啊,是黑乎乎的 个头还不小 那么这团黑影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团肿的体积占据了墨小患 颅脑内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 小患的脑组织呢 也因为这个团肿的挤压是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那么这个团肿是究竟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估计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团肿 也就是它很早,有可能在胎儿的时候都是可能存在 医生说团肿很可能是在小患母亲怀孕期间 由于饮食或者环境污染引起的病变 如果产前检查及时可以通过核磁共振进行治疗 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取出团肿 最直接的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问题 他一到遇到大的血管的出血 往往止血有时候很困难 造成脑损伤的话 可能会造成人的生命的不稳定 甚至一些不能维持我们人正常的生理功能 造成一些疏后的发生生命危险 这听完医生的解释 小患的父亲傻了 他本以为这次减肥 就是让医生给定个什么科学食谱 制定个锻炼计划 打点抗肥胖的针了什么的 可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如此要大动干戈 这可把老实巴交的庄家汉给吓坏了 我就觉得要是把这个磕掉里面就空了 我的小孩又这么可爱了 我就是说万里真的自流就没心 还是不做手术了 我就想回去了 医生说孩子很多重要的脑组织 已经被这个囊肿破坏了 按理说小患的身体应该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 如今小患还有正常孩子的智力和行动能力 这已经算是万幸了 这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自救 像我们的右手没了 左手就会变得特别灵活一样 不过这种自救是有条件的 就拿小患来说 现在自救已经行不通了 因为他才六岁 囊肿已经占据了脑子的三分之一 您想照着这种生长速度 用不了几年 估计这孩子脑袋里全被囊肿给占据了 那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华佗在世 恐怕都是回天乏术了 真的这样拿回去 随后医院的专家们立即召开了会议 制定手术方案 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 专家对三种方案反复的论证 他们想要找到一种最安全 最可靠的方案 而此时在病房里 小患还在开心的玩耍着 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他丝毫不知道 一场决定他命运的手术即将进行 因为囊肿太大 医生担心一旦采用开颅手术 或者是遭遇的方法 一下子去除囊肿 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 很可能造成脑组织塌陷 考虑再三 医生决定采用分流的方法 手术中小患的麻醉效果很好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而囊肿的穿刺结果 也让医生们感到非常的振奋 因为那是清量的液体 手术从上午八点多 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多钟 进行了五六个小时 医生按计划 成功地对囊肿进行了分流 手术做完了 小患开心地笑了 医生说 以后多控制饮食 再加强运动 不久后 小患就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 天天快乐的生活了